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正說雍正的環節 論英雄,數英雄論成敗 首先這裡有社長李文汪,大家好 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11日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去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徵香部和三台曬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有網友我們曾經提過 如果網友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一天出兩集雙照片 都受大家的踴躍支持 所以決定一天做兩集 今天讓大家滿滿的 這個農曆年都可以聽劇 我們上一集 上一集太子就發覺倒行逆施 鬼門關 康熙捧他上來之後 就倒行逆施 到處搞那些百官 那些百官又跟他不妥 以私怨去治國 就搞到上下都很生氣 這個時候任百安 這個以前做理部 後來做了嚴商 江夏鎮的頭 他就向太子投誠 就說我手上有一套百官行術 只要太子你肯放回 放回我的內帝 就是他妹夫這個劉伯女 我就可以送一套百官行術給你了 於是四爺 任真就叫十三爺埋太子身 去探聽中間究竟在搞什麼 而這個太子呢 十三爺埋了這個太子身 太子竟然要他做一件傷天害理的事 就是殺他的舊情人 以前害到他的雞毛 可以說是害到雞毛鴨血的鄭春華 十三爺當然就不肯 但是跟四爺和烏斯道 烏先生商量過 就一定要做 於是就行了一條計 就讓鄭春華報一個假死局 就救了鄭春華出來 然後就終於埋到太子身 但是太子這個時候就叫他 你要放劉伯女 因為當時十三爺是掌管這個刑部 要他放劉伯女 於是十三爺就去跟認真商量 究竟怎麼放呢? 放的方法就是有一個 就不由十三爺去放 由帶子的人去放 放苦歸山 當他一出去 然後就抓什麼都不知道 再抓回劉伯女 再抓回來 那怎知道十三爺突然爆了一句 那要放就放到底 放到他去江夏鎮 然後找個人再努力 劉伯女把江夏鎮挑起 整個一條線挑起他 怎麼看? 就是 四二和烏先生都拍 即是激 激台 拍台 哇 這條矯絕 就決定要找個人去江夏鎮 靜靜地放完劉伯女 再去江夏鎮 去找江夏鎮 那他選了什麼人呢? 找了蓮庚 是的 他就找了蓮庚 就收書一封 去了這個四川的提督府 因為當時 蓮庚已經變了四川提督 殺到那些人血淋 即是在那裡那些 少數民族那些被他殺到血淋淋 那他說 我現在就要去南京術 就收到 就 順手就要去江夏鎮一趟 就跟他身邊那些大將講 應該就 惡中其講 捉麻這個陰犯 是的 因為劉伯女 其實刑部是沒有放他的 那當然 就是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要物議一下 那這個蓮庚 都是一個狠角色 就是這個人是 非常狠 殺罰決斷 絕對是一個人才 在當時 那當然了 體制來講 他去江夏鎮抓人 是不適合的 就是十三爺 印牆那個手語 其實都不合規矩的 不過 蓮庚耀就說了一件事 不管規矩不規矩 總之 找到你來 就是和鄂中其說 找到你來 就跟你商量一下 怎麼做 理由呢 就現成的 還有四爺都關照了利部 就叫他入京述職 順便去江夏鎮捉拿陰返 那人就帶回一大堆 最重要是不要走漏風聲 搞了五百友 就全部都不穿官服 就全部穿便服 去南京 見了皇帝之後 跟著就去江夏鎮 就繳了整個江夏鎮 那當然他繳的時候 都是遇到抵抗了 當時其實江夏鎮背後 就有一個安徽的軍營的人 去照著 那個營長叫遠必大 去照著 他當初 蓮庚耀就扮做土匪 就衝進江夏鎮 然後就衝進江夏鎮 然後他遠必大的官兵 百多人來 當他一來到 竟然反而被蓮庚耀那五百多人圍著 然後一聲令下 將劉伯呂再加上遠必大 七百多人一鍋翹起 放火燒了整個鎮 然後就上北京那裡見四人 而當時遠必大死的淮安營 一百官兵就化為灰準 絲都沒有燒到 結果淮安那邊六百里加急 就將這張信息傳到北京 當蓮庚耀剛剛去到 六百里加急就遞到十三爺手上 十三爺急急腳 就走到翁王府 一見到蓮庚耀就說 你很厲害 一晚就殺了七百多人 連淮安營一百多人都陪葬 現在人家六百里加急來投訴 你說你膽大拋天啊 而四爺一聽到 你都知道 怎會不知道 六百里加急到了兵部 兵部一支 就是十四爺支 十四爺支 就是八爺都知道 現在你怎麽搞 這樣說 那雍正呢 原來那時候在他手上 在桌上 有一個大大張銀票 放在他桌上 他看著一張東西 不知道說什麽 這樣 而同時間這件事 就傳到太子那裏 又傳到八爺那裏 令到他們心生故意 到底是怎樣呢 教演 他說遇到抵抗 他的理由是 在江夏鎮遇到抵抗 所以整個江夏鎮剿滅了他 他殺了七百多人 他完全沒有提 他執了多少錢 淮安營都死了百多個官兵 現在這件事 太子已經知道了 八爺那裏都知道了 那麼 認真就要為這個蓮根堯去拆屁股 但是當然鏡頭就會拍到他一封 就是任百安封住的信封 裏面有一張蕩票 就是去萬榮蕩蕩蕩 熟蕩的 那現在太子爺就不斷找這個十三爺了 那麼 八爺黨就懷疑呢 這個剿滅江夏鎮就是太子的人做的 那麼幾百萬兩銀呢 都被人拔走了 基本上 那麼八爺呢 就想起這個百貫行術 那麼如果百貫行術 百貫行術落了去這個太子手上 不堪切上的後果 那麼十四爺又會去通風報信 當然是 那麼兵部那裏又派人去安徽 接著要查出哪個人做的 那麼當然啦 這些哥哥當然是國懷鬼胎 那麼八爺呢 他去查這件事呢 就叫了十四弟去做 十四弟管兵部 就跟他說 喂 你要用官兵被殺的名義去查 那麼就出師有名的嘛 那麼當然十四爺都是這個印堤 都是又是國懷鬼胎啦 那麼鏡頭一轉就拍到這個高福 看著這個烏先生 四爺十三爺在那裡密針 但是都沒有很好的對策 這件事本來都很難搞的 因為你是瞞不了人 死的人但是多 連官兵都死了 不過他有藉口 因為他可以說 任伯安和劉伯女 是勾結淮安營的官兵拒捕 就是他的藉口就是 殺了他們七百多人 那麼重要的 十三爺還要幫他講好話 就是他話了都是功大於國 在這件事上 就是你不能夠嚴厲的指責他 那麼現在善後工作又怎麼處理呢? 個個都爭了頭 不過這個連庚瑤呢 就當然是個固惑老 那麼就叫他 那麼認真就叫他 你先理部術職 接著擦屁股呢 就四爺和十三爺幫他搞 那麼叫洗走了這個連庚瑤之後 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他原來一次都沒有提過 他在江夏鎮找了多少錢回來 而根據之前八爺講 他們的經濟命脈就在江夏鎮 是有幾百萬兩 是很緊張的 就是連庚瑤這個東西 就撤了幾百萬兩回來 一個字都沒有說的 還要是 一個字都沒有說到 不過他有帶些珠寶 給四福盡 那些漂亮珠寶 那麼當然了 十三爺就幫他開脫一下 然後就跟四哥說 喂 你沒有帶過兵啊 四哥你不知道的了 如果你手頭上面沒有錢 下面那些人 怎麼會聽你說的 如果啊 連庚瑤他賺的那些錢 都是放在大兵上面 你就由他啦 那當然這個四爺呢 就 當然是不喜歡啦 因為他覺得 調教一個人呢 就是很難的 那他就 他就接受不了 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他有一些理想主義 接受不了現實呢 很多人都是要看錢才會做 沒有錢根本不會理你 那他認真還問了一句 難道以前古代的名將 都是用錢來帶兵的 那其實事實上是 你沒有錢誰聽你說的 沒有錢誰會賣命 那這個是現實問題 兩種做法啦 一個就講錢 另一種就是 講兄弟義氣 好像盧比那樣 簡單很多 當然有錢就簡單很多 接著烏先生就講了兩句說話 就勸四爺接受現實的 就是 水至清則無魚 人之賊則無桃 那這兩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水太清 魚就無法在那些水的水那裡生存 如果你要求其他人的時候 那第二句的話就是 你要求其他人太嚴格苛刻 就沒有人可以做你的夥伴的 如果你過分計較其他人的缺點 和過失就不能夠容得下人 也都沒有辦法留住人才 一個人沒有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 所以對很多事情 是不可以要求得太高的 不能夠太過苛刻 是啊 就是你抽一點點東西出來 炳生了 這樣搞法是不行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人家幫你做了事情 搞定了 就算了 就是做大佬的 有時候就是這樣了 做老大的人 就是人家跟你做完事 還要挑挑挑挑挑 一定是壞 就是你代人處事 是要容納一下其他人的缺點 就是嚴以律己 喜歡以待人 那其實做事就會事半功倍 就是如果你 鬼佬有句話就是 沒錯 你是想請一個人 對手來幫你做事 但是 他不會只是找對手來幫你做事 他是整個人來的 所以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人 你如果要享受一個人的優點 你就要容忍那個人的缺點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世界 就是 什麼 若要人似我 除非兩個我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可能 阿烏斯道講完這兩句 阿四爺都講了一句 就是說 但是一美縱容 很容易 美大不調 不是不明白 不過 中容得太多 到時候就會 火燒身 都不行 這麼說 那麼說到這裡 之後就看到太子 就說要找十三爺過來 於是阿四爺就跟他弟弟說 即是十三爺說 我去拆一下屁股先 到我去拆一下屁股了 阿四爺就跟他說 沉住氣啊 太子說要查 就隨隨隨便 敷衍了他就算了 我們想一下 怎麼搞第二件事 於是這一集就完了 即是這一集 比起先前幾集 講的那個 就比較少些 因為大部分 都是在阿鎮 講到連根堯怎樣去 繳了他 當然啦 剛才我講的說話就是 每個人都是矛盾的混合體 有優點都有缺點 究竟用不用一個人呢 你就要看那個人 為你帶來多少好處 那烏斯道呢 其實就還講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 這個連根堯呢 殺伐缺斷 將來呢 還有大派用場之處 因為 無論是用人也好 交朋友也好 你都要看到那個人的優點 也都要包容他的缺點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你的複製品 這個世界是沒有這麼多情心 烏斯道還講了一句 千萬不能因此 而毀了自己的秘謀 所以 就是 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的事情 你如果要用一個人 他一定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就是這些是很基本的道理 但是你看看香港現在的情況 個個都要求 特首是一個完美的人 是說是要他完美的 但是他自己做不到的 就是有一點點黑薄 所以當你整個社會氛圍這麼黑薄的時候 做事就很困難了 是嗎? 這個也是骨子裡香港人的某種性格 就是學了那樣東西 是喜歡煙煙聲門 是嗎? 是啊 不過這樣 就是他去江夏鎮之前 其實 這個要講一下蓮根堯 去江夏鎮之前 其實他是去見張亭玉的 張亭玉其實是跟他講了一番話 其實就是叫他不要濫散無辜 他還講一句話就是 招虎就好過沼匪多多聲 諸葛鎮明 七禽萬獲才是長治九安的道理 就是現在有些人說的話就是要一味強硬 要徹底消滅泛民 或者是思想上和藍色是不一樣的人 就要被視為敵人 那其實是否正確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我覺得 那這次時間應該差不多了是不是? 嘉賊先生 是啊 那好吧 我們下一集回來就會再講一下 那到底那張檔譜 那張檔子究竟是什麼呢? 和阿四爺這個百官行術 最後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講 多謝大家 拜拜